接下來是エンタメ 親切的笑容 甜美的臉蛋 25歲的日本電視台女主播 加藤多佳子 擁有一雙修長美腿 也常穿短裙播報新聞 讓觀眾一包眼福 而她萬萬沒想到 穿短裙居然為自己惹來 殺身之禍 一名男子從2014年9月到10月 陸續在日本電視台網站留言 點名加藤 叫他不要再穿短裙露腿 還說主播就該有主播端裝的樣子 如果不遮掩骯髒的腿 就必須受死 日本警方日前循環IP位置 順利將嫌犯逮捕 這名36歲的宋鮑兄表示 只因為不喜歡女主播 穿太放蕩的衣服 坦承犯下罪行 加藤多家子 從早到田野大學畢業 在城堅節目播報新聞 沒想到居然因為 穿著超短迷你裙而惹來殺雞 記者綜合報導